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傑克 今天要玩All the More 3 多人模組生存 今天是模組生存的第二集啦 那麼你們可能會看到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 可能會覺得大躍進吧 那麼我來一一的介紹 好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大熔爐 也就是我們的冶煉爐 已經有一個成型了 然後還多了很多的 很多的焦黑磚 這些都是用鵝卵石燒出來的 還有一些焦黑石磚之類的 之後會再看看要不要把它擴大 我是有想說要不要把它擴成6x6 它最大的話是把它擴成11x11 不過我覺得6x6應該就夠大了 那麼還有這個什麼 黑曜石箱子啊 這是一些箱子模組的 這個兩個大小是一樣的 都是非常的大 然後 箱子 這邊通常是我挖礦回來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曬肉架 然後這剛剛原本是腐肉 然後現在變成腐肉乾了 然後箱子呢 這邊都是方塊類 然後 很雜的雜物類 很 很礦物的礦物類 焦黑石磚類 跟 很雜類 超級雜物類 好啦 那我家裡的改變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這兩邊有一個這個紅石 它是為了要放這個計時器 然後它會定時的流液體出來 然後放到這個箱子就會變成 相對應的定 對就是這樣子 不過裡面現在被我清空了 所以 也不能展示 等晚一點吧 那我今天這一集要做什麼呢 我打算去 那邊 對 頭上那個 綠綠的史萊姆島看一下 有沒有 我需要的史萊姆方塊之類的 它有沒有什麼藍色史萊姆或 紫色史萊姆 我需要他們的東西 然後把我們的工具變得更堅硬 那說到工具呢 目前手上的工具 只有這兩把 做得比較完整了 第一個是錘子 錘子就是拿來挖礦的 那第二個就是武器 武器 為什麼現在是粉紅色的呢 它原本你的色不是這樣子 因為它目前有充能 是因為它有 因為這把武器有使用了琥珀金 然後琥珀金的效果呢 就是正極 正極會讓武器蓄能 蓄能之後你的武器就會亮起來 就是目前的粉色 然後下一次的攻擊呢 就會有大量的傷害 不過 可能要找個怪物吧 然後這把武器是批招 好一開始的攻擊傷害就已經很高了 15.54的傷害已經夠高了 我們帶一點木頭 等一下可以用這個 伐木斧 直接把整顆伐下來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拉我們就直接過去 那邊有一個門欸 那什麼門啊 而且在我們的山木底下 有點危險 我們先繞過好了 不要太靠近 不知道會生出什麼東西 生出來了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還是什麼 他穿了 他穿了盔甲 他丟火球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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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開戰的嗎 我覺得我要開戰了 好吧 來吧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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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敲掉嗎 欸可以 呃 等一下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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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太燙了太燙了 太燙了 哇 等一下我會死掉 我會不會死掉 我會不會死掉 我會不會死掉喔 不過我覺得我會死掉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先 突然來這個 我的天啊 感覺是義次元的東西 剛剛是一個結界欸 然後我們毀滿血再出去 好可怕喔 而且他有 他在擬喃欸 走到我旁邊了 他死了嗎 喔死了死了死了 死了 不可以啦 你怎麼可以這樣穿 差點死掉 他還在擬喃欸 還有一隻 那你看現在武器 他現在沒有充能了 然後過一陣子才會充能 在哪裡? 在哪裡? 它在哪? 它在哪? 嗯? 肥肉突然出現喔 喔!看到了 121212 喔!好燙喔! 還有嗎? 應該是沒了 吼!嚇死我 這邊突然有一個那個 結界 可能還是把它早一點清理掉比較好 那邊也有一個 我們就先從這一個上去吧 快到了 呃...三十五六七八九 四十一十二十三 高度差不多剛好一組 流個水下去好了 好 登陸 有一個 綠色凝固史萊姆塊 可以挖 這是很黏的聲音欸 超黏的 Node 2 它用手就可以挖了 喔!有沒有掉樹苗? 欸有!紫色史萊姆的 然後這邊有藍色的凝固的 看得到的都鮮蛙 好彈好彈 這個有樹苗之後就可以回家種了啦 之後就有這種綠色凝固史萊姆塊了 應該也可以拿來做裝備之類的 然後這邊的液體 欸!可以撈欸 藍色...拿到一個液態藍色史萊姆桶 這感覺跟岩漿一樣 它是...它是撈完就沒了 嗯...好吧 沒關係 那我搜刮一下這裡 等一下再下去 把錶層挖一挖好了 水底下好像有點難挖 它是可以用鏟子的 好那...那這樣會快多了 這是藍蔓嗎? 欸有藍蔓欸 有剪刀嗎? 有藍蔓欸 感覺藍蔓好稀喔 痾...好吧那這兩塊先別挖 你知道再上來 反正我們已經做一個水稻可以上來了 好啦那...我們之後再上來這裡 拿我們要的東西 那邊好一座 嗯...這附近應該就兩座吧 好我們就直接下去吧 乘著水流 GOGO 好然後把這一整個 敲下來 這跟我想的不一樣 你總是兩格兩格 好吧 這個... 好啦我現在拆一拆 好啦我們挖完了 我們就趕快回家吧 我們至少有些收穫 不過現在回家好像有點困難了 喔喔喔喔 我被什麼東西打 我被什麼東西打 他還吃東西 有人有人 附近一定有人 他吃東西啦 一定有人一定有人 等一下 他會吃東西又會 團團嗎 團團嗎 有這樣做的 value嗎 團團啦 我要把它殺掉 你還想上去啊 I just want to see it 喔唷 水 水又結冰了嗎 好啦 回去回去回去 莫名其妙我想說怎麼突然被打 它是跟在我後面嗎 你要幹嘛 那種飢餓 你吃什麼 喔 跳躍提升 這可以吃 好啦 危機解除 然後剛剛討人跟我說這個東西可以吃 然後會有 會有 緩速 跳躍提升 的效果 難怪它剛剛突然走那麼慢 然後還有負面效果 好啦 那我們已經去完那座史萊姆島 不過我發現那個史萊姆的樹苗 好像需要史萊姆的泥土才能種耶 之後可能要再上去一下了 那麼接下來呢 我想要去一下地獄 收集一些比較硬的礦物 像什麼阿迪特 還有菇 這兩種礦物 那我們就進去地獄吧 好啦 到了地獄之後 然後 哇 紅通通的 整個是紅通通的 這個是小 地獄珠 是友善的那種 然後還有地獄樹耶 這麼酷 喔 然後阿 我的槌子有特殊效果 就是環球旅行者 它是耐酸旅的效果 環球旅行者的話 它就是會把你所挖的東西 到指定的箱子 箱子的位置 喔 烈烈焰神 殺個烈焰神 有了 殺掉了 拿到了 龍火之星 那我們再過去看看 看有沒有阿迪特跟 菇礦 是玻璃嗎 不友善的 不友善的 沒關係 它死了 紫色螢光蘑菇塊 喔 欸 它是 可以穿透的耶 喔 有了 這就是阿迪特礦 我需要的礦 多挖一點 多挖一點 還有菇礦 這兩個礦我比較需要 差點Lost掉你了 好 我們直接往下走 然後這個是 赤木 赤木之前我有拿了 所以這次又不拿了 所以這次又不拿了 喔 羞啦 羞 羞 別這麼兇好不好 好奇怪的聲音喔 太多烈焰神了吧 為什麼 而且有一個很像機械的聲音 好痛好痛好痛 我覺得我還是先逃好了 那裡不是好惹的 我的天阿 之前烈焰神不是只會 生在寶臉嗎 怎麼模組的話 生在都奇怪的地方阿 我的媽呀 喔 小精靈嗎 喔 那應該是剛剛 那應該是精靈的聲音了 好 不過我們有拿到一些了 好 我們回來了 然後我剛剛有說到阿 這一個 環球旅行者 它可以連接一些容器 像是這個 因為我是對它按 Shift加右鍵 它會說連接的容器 位於XYZ的哪裡 然後它就會把剛剛挖的東西 全部送來這邊 算是非常方便的一個功能 然後像假如我有挖到石頭阿 會直接被傳到這裡 壓縮抽屜 直接變成壓縮後的 一些像石頭 然後就是壓縮一次的石頭 壓縮兩次的石頭 像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需要阿迪特礦跟 菇礦 不過我目前是 要用阿迪特礦而已 我們就拿來燒 然後阿 你們的礦物已經燒好了 就會像這樣子 一個一個變成錠 然後送到這個箱子裡面 就這個阿迪特錠 那有需要的時候再把它燒回去就好了 因為目前的做法是這樣子啦 有需要做到裝備的時候 再把它燒回去 再用相對應的模板 去把我們要的東西燒回來 那這邊也是 不過這邊就是要用成磚的 要很大量的時候才需要用到這個 那之後這個冶煉爐的話 沒意外 會變成六成六的大小 不過這應該要私底下用 因為 全部挖掉再全部擺上去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我也不希望一整集都是這樣子阿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 可以在右下角點個喜歡 或在喜歡的上面 有個訂閱 點擊訂閱之後 旁邊有個小鈴鐺 也可以到其他ATM成員的頻道看看喔 那麼Tinker 你們假如想要聽到更詳細的教學的話 可以到繁星的頻道 因為在繁星的頻道 有比較詳細的講解喔 也就是這樣子 我是傑卡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准央 現在的有質疑 幫助它們 對 小鈴鐺 音量 可以